耶 物流車正要離開 後尾門卻突然大開 一名機車騎士正好站起來 沒看到碰得好大一聲 騎士痛得踏槍好幾步 貨車卻完全沒發覺一路開走 後方騎士看到一路猛追200公尺 狂按喇叭 物流車沿路搖擺還差點撞到路邊車輛 一輛休旅車加速開到貨車旁提醒 駕駛才終於停下 還差一點又打到一名路人 戶櫃門未觀成會動的致命武器 變成恐怖血滴子 就是這樣開開 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他才行之後問他開開 他的手機應該是沒靠得好 而台中北區則有拖吊車沒收吊臂 高舉空中一路開 下描勾到耗製燈的電纜線 畫面劇烈搖晃耗製燈雜落 旁邊轎車也遭殃 幸好沒人受傷 還有行駛在國道上的國光客雨 窗簾呼呼吹 原來是車內玻璃破了大洞 當時駕駛追撞前方貨櫃連接車 玻璃碎裂噴進車內 一次剎車壞了 車體不穩 駕駛趕緊開到附近站點 讓乘客改搭接駁車 結束這場驚險 記者盧君傑 彭岳飛綜合報導